这次的仁川亚运呢 中华队代表团呢 拿下了10金 18赢23同 不过呢 由于空手道跟保龄球并不是奥运种类 所以呢 扣除这三面金牌之后 没有达成先前设定的奥运时金 所以呢 体育署表示 教练团势必会重组 而选手的选训也将有改变 金牌喜悦荣耀时刻 仁川亚运中华队拿下了十面金牌 举重的许淑敬 林紫棋 破世界纪录最受到注目 亚洲车后肖美玉参加四个项目 拿下一金三桶是本届的奖金后 详细的来比对一下呢 是比过去呢 是有好一点点 但是呢 我们并不满意啊 而且呢 跟我们事前所预估的 我们希望呢 这个奥运的这个种类呢 希望昨天时面呢 我们是还有一些差距 举重和自由车有重大成就 原本预期会有两到三斤的 跆拳道与网球 却都只有一面金牌 落差最大 放眼2016里约奥运 尤其是传统强项 跆拳道 体育署说 教练团必须重组 因应里约奥运参赛资格改采积分制 备战策略将完全不同 他是有国际排名 前30名才可以参加那个大奖赛 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有入选在前30名 被大奖赛邀请的对象 我们都要尽全力的去支援 他们去参加 争取这样一个积分 那还没有的差一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 我们可能会支援他多参加几个公开赛 争取不同的积分能够纳到世界排名 那这样有利我们去争取到2016的一个参赛资格 两年后奥运体育署设定了三级目标 当然还是锁定举重与跆拳道 如何在跆拳找回优势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台北报道